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大家好,我是大眼 最近俄羅斯發了一個通緝令 通緝誰呢? 就是通緝烏克蘭的總統 扎蓮斯基 表面上來看,這個通緝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就好像普京都被人列為戰犯一樣 但是俄羅斯的通緝用意在哪裡呢? 我們回頭回來就會說說 在今年年初,我們香港政府宣布了 將會在2024年之內 在我們香港全港的範圍安裝2000部閉路電視 以減低罪案的發生 而最近警務處處長蕭澤儀也說過 說相信最後不只安裝2000部那麼少 並且不排除會用到人面識別的技術 大家知道我們香港有很多反對派 雖然現在反對派已經不成氣候 但是還有不少的潛藏勢力 潛藏在社會的各個界別 來阻礙政府施政 例如 經常說到我們安裝這些閉路電視 是會侵犯別人的私隱 諸如此類的說話 那麼究竟安裝這些閉路電視 對我們香港來說 是有什麼實質的好處呢? 今天就要跟大家說一宗案件 在光天發日之下 就發生在我們香港的鬧事 還有如果有朋友有裝修上面的宜蘭的話 可以找我大眼的 因為我大眼可以和大家免費讀赤報价 還有如果你家裡想裝修 而你又沒有設計方案 都可以告訴我 我大眼的電話就是 93483961 歡迎大家Whatsapp給我 有時候開工就聽不到電話響 所以大家Whatsapp文字過來 就是比較適合的 我看到就會回應大家的了 再說多次的電話就是93483961 而另外有關香港和大灣區的保險上的問題 就可以找我小明 因為最近有很多人都問 有關港車不上的車保 究竟怎樣做 以及在內地居住 有什麼香港的醫療保險 是能夠涵蓋得到的呢? 這方面我小明就可以幫到你了 我的電話就是61570754 大家除了可以透過這兩個電話 找到我們之外 也可以留意一下我們Whatsapp上面的頻道 在這個頻道裡面 每一天都有關我們香港青年的影片 以及遊手好行人的影片 我們Whatsapp頻道的連結 就會放在資訊欄上面 最近俄羅斯就發了一個通緝令 通緝誰呢? 就是通緝烏克蘭的總統 阿澤連斯基 當這個通緝令化了出來之後 有些人就會說 有沒有實質用途呢? 只是擺一下姿態而已 就像普京一樣 俄烏的衝突已經發生了這麼長時間 普京一早就被人通緝了 還被人列為戰犯 另外 巴爾衝突裡面 以色列的總理 內塔尼亞湖 現在也是被人通緝的 那是不是俄羅斯沒有招出 要來出一些舊招 玩通緝這麼簡單呢? 事實就非也 首先俄羅斯去通緝外國的政要 其實不是第一次的了 就像愛沙尼亞 立陶宛 他們都曾經因為 因為涉足俄羅斯 即是蘇聯時期的一些革命英雄 因而有某些政府高層 都被俄羅斯政府來通緝 那些是純粹擺下姿態而已 但是這次通緝的澤連斯基 其實是非常之有用的 本來 澤連斯基的任期 是去到今年的5月30日 由於是戰時狀態 澤連就說 我們烏克蘭不搞選舉了 由我澤連就一直做 做到打完仗為止 其實是有問題的 大家看看 澳烏之間的衝突發生了這麼久 其實俄羅斯方面 不是說沒有嘗試過 跟烏克蘭去和談 而外界也不是第一次 來勸澤連斯基 跟普京和談 但是澤連斯基擺出來的態度 還是非常囂張的 就好像不太清楚自己身處的環境一樣 用一個例子來講的話 就好像兩個小朋友 來到打架 比較健碩的小朋友 就打到小小的小朋友 很聰明 但是那個小小的小朋友 一直被人打 一直在叫囂 打我一笨 這樣的情況下去 又如何來勸交呢? 或者這兩個小朋友 如何來和談呢? 而且雖然說到 美國和北約都支持這個責任 但是大家都知道 美國內部都有不同的聲音 現在美國那方面 受到反戰情緒這麼高漲所影響 而現屆的拜登政府 在拜登在任時期 又開始了兩場這麼大的衝突 所以不多不少 在美國軍援這個烏克蘭的立場上 反對派都會撿著一些位置 企圖來直取拜登要害 所以在美國的政壇裏面 有一部分人都不太滿意 對習近平 對習近平的政壇 更何況 美國他們口口聲聲強調到 民主自由的重要性 那麼習近平 因為打仗 而不搞選舉 在美國人眼中 就是變相去民主化 所以現在有很多美國人 都不太喜歡習近平的 而暫於俄羅斯的立場呢 既然習近平一直以來都在玩東西 更何況這場俄烏衝突 已經打了這麼長的時間 雙方都開始有點累了 尤其在烏克蘭方面 雖則就說到 可能短期內 未必會出現和談的轉機 但是在俄羅斯人 尤其在普京的立場裡面 他們是非常不想跟澤連斯基 來談和談的 就算要跟烏克蘭談和談 都希望跟他們談那個 不是澤連斯基 那麼現在就出了通緝令 來通緝澤連斯基 那是怎樣呢 即是告訴烏克蘭 現在這個澤連斯基 就是我們俄羅斯的一個通緝犯 所以我們俄羅斯 是不會跟這個澤連斯基 不會跟這個通緝犯 來談和談的 所以若然將來 烏克蘭真的打得非常累了 頂不住了 要投降了 要跟俄羅斯去談和談的話 只能夠想過第二個人選出來 去做這個烏克蘭的總統 而且也是 讓那些跟俄羅斯關係密切的國家知道 現在烏克蘭的總統 澤連斯基 就被我們俄羅斯 列了作通緝犯 最好不要跟通緝犯有過密的接觸 否則 我們就面斥不雅了 而且澤連斯基和普京兩個 在他們各自的國內 地位和聲譽 都有所不同 因為打了這場俄烏衝突 無論輸贏也好 其實烏克蘭的人民 他們這段時間 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難免會對澤連斯基 會有怨氣 但是另一邊商 普京 最近才開始去履行下一個總統的任期 而且在俄羅斯國內的地位 而且是非常牢固 沒有人可以挑戰到 所以將來俄烏衝突 如果是結束的話 除了到時要計算 究竟這場仗 是烏克蘭比較好 還是俄羅斯比較好 除了要計算這些之外 難免雙方的領導人 都會成為外界平頭品足的對象 到時 若然普京身體狀況許可的話 就會一直捱到俄烏衝突的結束 但是澤連斯基有機會 捱到俄烏衝突結束的時候 烏克蘭的總統已經換了人 自自然而言 澤連斯基是一個烏克蘭歷史上 在戰時狀態下馬的總統 自自然而言 歷史地位就不可以跟普京 來同日而喻 相信今年年初 大家都有看新聞都會知道 我們香港政府已經公佈了 會在2024年之內 在全港範圍安裝2000部閉路電視 2000這個數字 並不是一個最終的目標 因為警務處處長蕭澤宜 之前也出來說過 說到 相信最後不止是裝2000部 而且這些閉路電視 有可能還會用人面識別技術 對於我們正常人來說 其實安裝多些的閉路電視 幫助我們的社會 去打擊罪案的發生 相信很多人都會贊成和拍手掌 但是大家也知道 我們香港是潛藏著很多的反對派 每逢有安裝閉路電視 甚至是在19年的時候 政府也曾經公佈過 要安裝不少的智慧燈柱 這些反對派就會出來說 安裝這些智慧燈柱 或者閉路電視 就是侵犯別人的私隱 再加上 今次政府說要安裝的2000部電視 不排除會用人面識別技術 一聽到人面識別技術 那些人還吵得更加厲害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平時我們在哪裏 可以接觸到人面識別技術 首先最常見 肯定是過關的時候 因為現在過關 大家走醫道 除了打手指毛外 另外也要看著一個鏡頭 那鏡頭就會識別你是哪裏 無論在我們香港的關口 又或者是當我們回到內地入境的時候 同樣在醫道那裏 也會有這個系統 其實外國也是一樣的 十年前 如果大家去澳洲旅行的話 就會發現澳洲的海關 一早已經在用人面識別技術 來幫助他們儲存旅客的資料 但是那些反對派 從來都沒有反對過 外國人是用這些技術的 再加上我們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 利用科技來協助我們去維持治安 實屬一個與時並進的做法 就好像警務處處長蕭澤宜都指出 其實全世界還有很多地方 一早就已經安裝了閉路電視 來協助他們的執法部門 來執法 就好像英國這樣說 英國人由九十年代就開始安裝閉路電視 直到現在英國人安裝了多少部閉路電視呢? 大約有七八三十萬部 而且很多人都會把新加坡 來跟我們中國香港對比 新加坡有多少部閉路電視呢? 是九萬部那麼多的 而且這些裝了這麼多閉路電視的地方 或者是國家 他們的人民從來沒有走出來反對過 你裝這些閉路電視會侵犯我私隱 就好像最近香港發生了一宗案件 在五月六號的中午時分 在尖沙咀一個繁忙的街道 竟然大街大巷 有一個女人是被一群匪徒挾持上車走的 當她被人挾持上車走的時候 已經是鬼殺地吵大喊救命的了 由於是大街大巷的原因 很多圖人見到的時候 都有報警的 而示法的地點就是尖沙咀的巷口道 和宜昌街交界的位置 而匪徒在挾持女人走的時候 他們所駕駛的車輛 是由漢口道 再在海防道 左轉彌敦道 向旺角方向走 中間還會逃經尖沙咀警署 而當警方接報到現場 調查這宗案件的時候 由於街道上 是沒有政府安裝的閉路電視 所以警察進行搜證的時候 就要靠從附近的商鋪的閉路電視裡面 去拿這些影片資料出來 來找尋蛛絲馬跡 去鎖定匪徒 但是由於普通商戶 安裝的閉路電視 質素也很參差 而且高清度也未必足夠 角度也未必那麼完整 所以警方看過這些影片之後 發現這些影片 始終沒有拍到匪徒的面貌 透過這些案件 大家可以看到 若然我們香港 安裝多些閉路電視 最好當然有人面識別技術 自自然而 警察在打擊這些罪案的時候 就算當下匪徒很手快 犯完案 立即開車逃走也好 至少透過鏡頭 透過監控 透過人面的識別技術 可以鎖定到究竟哪幾個是匪徒 其實香港政府曾經在19年的時候 都說到要在當年 一年之內安裝11支智慧燈柱 當中的智慧燈柱 亦包括閉路電視功能 還有多種探測器 例如交通探測器 可以探測到附近的車輛 究竟是什麼類型 行駛時用什麼速度 如果用到這次案件裡 就可以知道匪徒駕駛的車輛 究竟是屬於什麼車輛 但是很可惜的是 2019年香港發生的黑暴事件 那群搞事的分子 就很討厭智慧燈柱 因為他們要出來作奸犯科 就怕智慧燈柱 可以適宜到他們的身份 所以他們就破壞那些裝好的智慧燈柱 再加上他們立場的精軍 或者是一些媒體 就經常圈驗說智慧燈柱 或者政府裝的閉路電視 是會侵犯人私隱 真的行得正站得正 又怎怕被人知道呢 所以我們絕對是贊成政府 在我們全港交通繁忙的位置 犯罪黑點 來安裝更多的閉路電視 就像現在大家 為什麼這麼喜歡不想消費呢 除了回到內地 吃、玩都是便宜之外 大家還不用擔心 人身安全的問題 因為現在呢 在內地很多地方 都會有鏡頭有監控 一些偷偷搶搶搶的罪案 經而在市面上 就來到絕跡了 所以我們都希望我們自己在香港 在多些這類型的閉路電視 或者多些智慧燈柱 可以幫助我們香港維持法治 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香港青年的頻道 拜拜